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上演保守观念与新潮思想的混状 这个月子在咱们中国是该做的 坐月子当中一些容易引发大家争议的一些内容 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刷牙是对的 爱干净 还有一个对的 局势好老公因为产过习惯 是否去月子汇馆而纠结 咱们再去月子中心去坐月子这个事 不敢去 不敢去 是啥月子总行啊 我想去 我想去 我带大家带着 现场会将发生怎样的无理的状况 这孩子是天天哭着当妈的睡不着觉啊 一生气就拿孩子来撒气 哇 因为想着让 我的房子让 什么时候为宝宝添加福食 是否已饮爬枪上基本上在Roti 刚刚变加福食的宝宝都 来当小朋友喝 真的啊 好啊 真是厉害 金函业嫂氟氟阿姨 让您的宝宝从此远离 缺铁性脾馅 敬请关注幸福之地 碰 欢迎收看 十月晚视幸福之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你刚刚睡着的时候 她又醒了 所以我就一副永远睡不醒的样子 并且在这个媳妇坐月子期间 真的没有为到底要做这个事 还是不该做这个事 跟月嫂 跟她妈 跟我妈 跟我 产生各种各样的分歧 因为压力太大了 就是一个混乱的场合 我现在脑子里还非常非常的混乱 其实现在啊 就是不同年代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就我以前啊 对很多老人家的说法也是不相信的 其实她过来之后 发现有些话是要相信 这年轻人 今天包括当妈妈的啊 这个甚至马上要当奶奶的人啊 对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观点有冲突呢 肯定也会有的 我想 我觉得老一代的人就是过于保暑 而且特别夸张 那时候我妈妈她说 她做月子的时候 吃了三十只鸡 一百只鸡蛋 让我也这样吃 我说我打死你会这样 结果我月子里可能只吃了一只 一只小乌鸡 然后鸡蛋倒是会吃一些 还洗澡的吗 洗了呀 是不是啊 洗头呀 那小都是洗澡的 哎 你知道我身边 真有就是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就是听老人家的 她当时跟我笑着说 啊 我做月子 我真的就没下床 我一个月没洗脚 真的吗 一个月就把袜子拖下来的 真的是吵了 那个所以说到这个月子 我们都打开了画匣子 对不对 我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有类似的这个困惑 我们来看看今天观众朋友 其实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起来看 幸福四点栏目 你们好 我儿媳妇跟我们家 生了一个小孙子 我心里特别高兴 可是最近几天呀 我发现有点不对劲 我这儿媳妇 天天的在洗澡 洗头 刷牙 用凉水洗尿布 我不让她洗 她非得跟我闹别扭 非得要洗 我说不行 在我妈妈那会儿啊 她就说我不让她洗脚 洗头 不让沾凉水 说等当老了呀 容易得关节炎 风湿性关节炎 现在我就要请问问专家 他们这么做 对吗 哎呀 哎呀 到底是老化老传统对呢 还是现在年轻人觉得 啊那你看人家西方的呀 对啊生完孩子三天人家就逛街去了 然后还喝冷 你月子里洗澡了吗 洗澡 洗澡 不难透理了 不然那天是春月早睡着了 然后洗了一个澡 然后出来会有一种哇 固执的 但是你还是这样 你真的觉得我幸福啊 没有 来吧 但关于这个洗不洗澡 这个问题 我相信可能不同那种不同的说法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还是请上一个真正的专家 好不好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心得 来 掌声有请 吴凤琪老师 来 吴凤琪 吴老师好 吴老师好 吴老师你好 你好 吴凤琪 北京市环游区 富佑保健院 富产科主治饮师 产科主任 北京市卫生部 指定健康 科普分家 同时富产科临床 26年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专系发表 作篇优秀 富产知识论魂 关于这个月子应该怎么做啊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 新的老的 西方的 东方的 您先用一句话 给我们概说一下您的观点 这个月子呢 咱们中国是该做的 因为咱们这个习俗呢 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 但是呢 就是说这2000多年的 以前的咱们生活水平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种一些习惯 还是要改 也就是说月子要做 但是要注意一些调整 要与时俱进 是吧 那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先准备了一些 做月子当中一些容易引发 大家争议的一些内容 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 到底是该还是不该 来 我们看到这个石板 当中有 就应该说大家争议焦点 最集中的一些项目啊 洗澡洗头 刷牙收拾一下 拼凉水 我们一项一项来做判断 我们让帮帮团的成员 他们手上有这个对跟错 对 以你们自己的这个经验 你们认为对跟错 先作为一个第一步的判断 好不好 来 对啊 我们每一项来做一个判断 我来 大王认为 我觉得刷牙是对的 要挨干净 洗澡洗头 哎呦 还挺传统啊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啊 就是通过我的一些就是 察言官司和一些影视 其他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都是对的 因为我上次看一个美剧 那个是个特工 那个特工怀孕了之后 刚生完小孩就接到了 情报电话要去出任务 然后他上刀山下火海 飞檐走壁 然后镜头一转十年后 他都子孙满堂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你知道这个 有一句话叫 地势机是虚构的 它是来源于生活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刘顺是一个很 虚化的一个想法 对 我们看虚虚 好 虽然我没生过孩子 没做过月子啊 但我觉得除了 不能泡凉水以外 都可以 对啊 但是就看你怎么 掌握这个度了 我觉得都可以 好 要有个罪了 对啊 我是感觉就是 没有一个对的 没有一个 我这件事啊 都都不对的 怎么可能太传统了 我爱你 怎么样吵架 那我是新时机 当下时尚的辣妈咪 所以呢 我的判断是 这些都可以 除了不能碰梁蠢 跟徐徐一样 徐徐很棒啊 祝你早日怀孕 啊 梁蠢也不死你了 梁蠢也不能碰 请坐请坐请坐啊 请坐请坐 你怎么看这些 对啊 老师您看我那个 三年前坐的月子吗 我就是没碰凉水 其他三样我都干了 我是不是好好的吗 是 我这样啊 从一条一条 咱们来分析啊 好 这个是洗澡洗头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可以的 对 这个就涉及到 一个水温的问题 对 咱们要用温水洗 因为咱们为什么说 多少年以前 就像那位陆阿姨啊 她们在生孩子那时候 生活条件 跟咱们近代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呢 咱们产后呢 因为有一些汗 汗液的排出 对 然后是 恶露的排出 还有乳汁的分泌 这样都需要咱们去 讲究一个清洁 对吧 所以呢 这样洗了澡 洗了头以后呢 咱们产妇的心情是会 对啊 对吧 那您讲的是 要有一些温度上的注意 到底应该洗澡洗头的话 一般我们洗澡洗头的温度 在36到39度 对 40度以内 这样温水的话 就正常洗澡 而且我觉得要分季节 而且时间呢 是5到10分钟 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对 然后洗完以后呢 要快速地用毛巾擦干 但我听到一个说法 不知道是 有没有道理啊 就是有 那种有经验的婆婆 跟我们讲说 如果你是抛腹产的话呢 你就可以洗澡 就是因为你身体的骨头缝 没打开 如果说你是顺产的话 你身体 所有的骨头缝都打开 所以就不能洗 不是瑞多 您这个道理是错的 因为咱们是那个 抛肱产和 正常分点是一样的 它们的生理变化 是一样的 当然有一个伤口的问题 伤口咱们可能会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 皮内分合 也不用拆线的 认为很快 一般三四天就 基本上 对的 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刷牙 第二个刷牙更应该刷 但是真的 这一张刷牙 刷牙那这什么样啊 绝对老人是不让刷的 你要是刷牙的话 这个牙齿会很 很快就会掉的 对 说牙会痠 我和小童都刷牙了 我们俩牙也没掉 你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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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急了 为什么还急的 还被老了 对 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在哺乳期的时候 我们要保证一天两次刷牙 因为咱们是 孕期可能会导致一个维生素C的缺乏 维生素C缺乏以后呢 会导致一个牙龈的水肿 冲血 特别是咱们呢 哺乳期的时候 我们要少吃多餐 而且吃的这些东西是高蛋白 高热量 然后是容易消化的 可能是比较软 这样呢 容易粘附在咱们的牙齿上 那这样呢 这个食物的残渣 跟这个口腔的 你要是老不刷牙 有细菌 对啊 发生一种酸性反应 对啊 最容易得助牙 对 得助牙 然后呢 牙齿的固定度不好 是这样 刷牙吹空调 哇 这个是太有争议的一个事 而且夏天 这个 这个支持吹空调的 刚才是谁啊 咱们 肯定不能吹 怎么吹 这样的 他不能对着这个 对对对 我跟你讲啊 说这个空调 如果说夏天的话 好多好多孕妇是一点风都见不得 对啊 见了风就 是钻到你的骨头缝里了 对啊 我妈说啊 做意思的时候 空调吹多了 以后年纪大了 容易就是偏头痛啊 什么脑穴 没有啊 而且咱们 你为什么要在头上 在空调下面去吹呢 就是你也见不得了风 你也是要得了病吧 你必须生一个孩子 才能这个病才能好 咱们吹空调 肯定是不能是对着吹啊 但是呢 我们会把这个污渍的温度 调到一定的 舒适的这个温度 然后把这个 产妇和孩子 再抱过来 那个 老师我有个方法 他们那时候说 比方你在这个房间 你觉得很热 就把隔壁房间空调打开 然后一起打开 这样的话 空气就很好 我跟你们讲啊 今天我真觉得 我见着老师见晚了 你知道我媳妇 十月很生的 是不是 生完 生的时候吧 本来外头都很凉快 对啊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把 那个房间的温度 搞到我每次开门 都觉得那房间要爆炸了一样 一面出来一阵热烂 如果太热了 因为咱们会容易 细菌在滋生 然后导致一些 疾病的发生 生活 温度盐呢 阴道盐呢 然后乳腺盐呢 毛脑盐呢 那空调 我到底温度应该 控制在多少度 都是合适的呢 一般的我们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二十六七度 二十六七度 对 好 咱们去看下一个 这个碰凉水 这个碰凉水呢 我个人的一点 倒是还是要避免 因为你这个 本来产后呢 咱们是比较虚弱的 有一些病 可能是像咱们 陆阿姨说的 可能一个远期的 一个受累 这个可以 但是因为产后比较虚 出汗也比较多 出血也比较多 对啊 遇到凉水 可能会有一些 关节上会 这些关节上会有这个 真的 看了这四条 你知道 我觉得我媳妇太不容易了 为什么 就我媳妇在传统的 这个观念的影响下 整个月子期间 除了洗了一次澡之外 其他所有的事都没碰 好可怕 没有刷过牙 没有撑过空调 没有碰过 对 哇 你太过分了吧 不是 我就是那个 就传统的观念影响的吗 但你知道我是 有点反应 你笑什么呀 二十六七天的时候 就实在憋不住了 我就偷摸跟我妈 我妈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开心 我说妈 咱们偷摸找个理由出去 就是以复查的理由出门 跟我妈去一个小时的街 时间不长就一个小时 就是能不能出门呢 出门这个要看天气啊 我说阳光比较好 然后你有太大的风 下大雪 暴风雨就别出门了 下大雪 我那一圈很好跳 我觉得你说那个出门 是很严重的 我了解到的一个 就是不能下床 为什么呢 对吧 说这个腹腔啊 你里头本来子宫扩张了 对吧 然后突然小朋友 生下了以后 他就行了一个空腔 如果说你下床的话 会未下垂 是不是 不是 他就早下说 做腰活动 他有利于身体的孕妇 刺虹也会下垂 刺虹也会下垂 那不要这样 什么呀 因为是阴道分娩 就顺产的这样的孕妇 我们是两个小时 就应该下地 排尿 活动 就可以 然后抛红柴术后 得拔了尿管 十二小时 就下地活动了 对 咱们俗话说得好 生命在于运动吗 那一天的这个运动 大概是多少 是比较合适 这个运动也是要在 因而议吧 那你也不能说 干家务 这个不太现实 可以适当地 这个下船活动 一天十五分钟 这个连续的时间 你要自己看 有的人可能要虚弱一些 有的人可能要好一些 不会 这个个人把握 不会存在那个 说什么胃下垂 跟子宫下垂 这个是没有言 这个今儿好多问题 因为他喜欢跟老师 我想问问题 我想问老师就说 是不是说在这个月子里面 这个孕妇要喝好多汤 什么鲫鱼 什么炖牛奶 什么黄芪炖鸡汤 然后下奶 是的 是一定要猛喝 就喝到 好像就 喝到兔为止 每餐都喝一堆那种 一般咱们比如说肉和汤 那当然是肉的 这个营养成分要高一些 当然咱们因为 产入期嘛 你要有 喂奶 是不是 然后我们要多喝一点 汤汤水水 这个是利于 五十的分泌 是这样 但是什么都是一样 我们要丰富 然后要少时多 才要精一些 少时多利于 咱们体前来恢复 雨晶产后 月子肌尽量保持清洁 洗澡起头时 鼻香水温为 三十六至三十九度之间 时间应在 五至十分钟之内 未防止蛀牙 应每天保证 两次刷牙 室内温度 保持二十六度左右 避免 直缺风调 雨晶产后 毛囊处于扩张状态 所以 月子肌 应避免 接触凉水 我觉得还有一个 最大专业的一个问题 就是 可能 只有生过你们才知道 就生完以后啊 你的这个腹部的 这个恢复很重要 所以就有了一种 叫 肤部带 应该都绑了吗 但是好像 说如果绑得不好的话 或者说 绑跟不绑 其实都是有争议的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话题 我当时这个就出了一点问题 是在哪 就是我活动的 有点强度大了 我当时在做 那个月子期间的 瑜伽操 然后呢 我的肤 肤带呢 就是又没有收得那么紧 所以我那个 后来恢复期 有点长 就是一般人家说 三十天到三十五天嘛 我当时用了五十天 才就是恢复的比较好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错 就是错误的一个 活动量不过大 咱们这个产后啊 这个形体的恢复 不能光靠一个 缩腹带 才完成 当然咱们刚才说 活动 运动 是吧 还有正常的饮食 然后呢 还有这个 正常的母乳喂养 因为咱们吃母乳的时候 孩子 刺激 刺激这个乳房 然后 奋泌这个催彩素 然后导致一个咱们从缩缩的好 恶路排出的顺承 是吧 这也是实力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缩腹带呢 只是帮助咱们 冲了一部分 对 但这个腹带呢 一定要记到旗下这个位置 旗下这个位置 从旗部下 记这个腹带 完了 不能太高 你又看错了是吧 对 你又看错了是吧 没人记后 你刚才又忘记了 但是我们那会儿是绝对不让记这个东西的 小美我跟你说 一定要恢复 真的 要不然你后悔啊 我们那会儿 其实你宝贝卓霸 都智智醋饭了 你干嘛呀 你这是 我要上来让老师帮我捆一下 因为 你以为她是减肥带呢 是吧 是因为我其实我 我不怕怀孕 但是一直让我犹豫 要不想要孩子的问题 你看我和小童你就放心了 没那么可怕 我们一般医用的这个 医用的这个那个 缩腐带 我们是在 胖口产术后用的 对 就是我们医用的 比较简单 也比较便宜 那顺产需要棒吗 顺产 顺产如果你下地的时候 有的人特别胖 腹肌特别厚 你会脱着脸 没有什么坏处 但是脱的时候 要以这个产服感 就直接就这么 技术在柱齐以下 这么粘一下 一下一粘 脱着脸 上面可以这块 松紧大概到什么程度 这块起到一个 产服感到舒适 这名字啊 这上面不能太紧 老师那这个 一个咱们是 一个这种形状 老师我还听说 她们我不知道 是不是传言 还是什么假的 我听都说 女人生一次孩子 你借助这个 捆这个附带的 这么一次机会 让你把你的胯骨 和你的腰捆细了 真的假的 假的 肯定是没有道理的 我的天哪 你还举着等着 你身体还在受 我跟着 学学也不会为了 就是改造自己的身材 她才准备生儿 对 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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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太多了 就这么一捆就完事了 对对对 要专业舒服待 我们这个只是一个道具 请大家建设一个原则 就是说现在肚脐以下 然后呢不要太紧 这个松紧呢 要以这个孕妇的舒适为宜 来 谢谢薰薰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老师 谢谢您 还有我们见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见老师 这我真觉得 我媳妇太不容易了 徐薰 你肯定是 媳妇怀孕的时候 没陪着去听课 我是觉得您可信息有 不可信息无 是吧 对 她带了很多 老公的关键 我希望那个 你的媳妇看这期节目 我想跟说 你放心那天 我会不让她看这期节目 来 其实关于这个 做月子的问题 还有一个蠢 观众朋友有疑问呢 是不是 来 我们来看一看 下一位观众朋友 没问题呢 幸福其两端 主持人 帮忙 你们好 然后我是安慰贺飞人 我欺负我 然后顺茶 帮我成为一个男孩 情侣特别高兴 做月子的时候 然后我想替她 最好的照顾 我想把她送到月子会馆 然后度过月子时期 但是呢 我跟她讲了以后呢 她不想去 她将第一个把 情侣特别想 就在家里 然后又不想离开我 所以呢 我想问题也就到了 我是一大男人 我哪懂得这些 所以呢 然后想请问宝宝 在家怎么样 然后再做月子 这个朋友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 月子中心 是一个新生事物 是吧 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说 在里头可以得到 更加全面 更加周到的一个照顾 而且看出这个先生 来好体贴 也不看得最好的 那大家觉得说 你们站不站成 去月子中心 去做月子这个事 不敢去 不敢去 去啥月子总心啊 我跟你说 这个人啊 就是经常 现在现代社会 经常会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新鲜事物 来诈骗我们的钱财 做月子这个事 刚才老师都教了 这么多专业的东西了 还去什么月子中心啊 现在还在家 好好待着 喝点汤 在床上握一握 不就好了吗 不能去 是你媳妇啊 对 她媳妇在那儿呢 媳妇 我想去 我下去 我想在家待着 那莫阿姨 您觉得月子中心 这个事呢 我觉得不应该 去在家好好的 别出门就好了 我同意去 因为是这样 因为其实生完孩子之后 人心情非常紧张和压抑 月子中心 她有些跟她差不多的孕妇 还可以聊聊天啊 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啊 关键人的服务 专业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去 因为我觉得 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觉得月子中心人又多 然后设备又先进 那么多人照顾 有女王班的小兆 还有一种 就是说 你要缓解 因为老辈跟新辈的 这个人的思想不一样 矛盾 你要把这矛盾给化解 那我问你们 这个问题啊 那个薛薛 你们喜欢住高级的 五星级酒店 还是喜欢住家里 高级的 说实话 我喜欢家的酒店 我跟你说 你看刘盛穿着那样 和薛薛站在一块 生活的反差呀 老公费点心 你就给她照顾好了 个贝家娘们 还有五星级 要赠个孩子 不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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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子中心是 继这个做月子 到底怎么做之后 第二个引发 大家的一个争议 然后接下来 请到这个专家 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分享 好不好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金牌月嫂高级育婴指导师 贺平 来请 哇 金牌月嫂 气气飞飞 贺儿你好 贺平 金牌月嫂 高级月婴 营养保健师 从事月婴保养工作 三十亿年 有着丰富的产后妈妈 及婴儿 保养经业 刘盛和大王即将上演 一对产后夫妇 一是否去会馆 做月子的问题 而引发的一系列 爆笑情节 金牌月嫂和阿姨 会在刘盛 照顾大王的情节中 挑出问题 近日期前的产后妈妈们 一定要认真听了 孩子是天天哭 当妈的睡不着觉啊 一生气就拿孩子来撒气 你别摸 你爸不害我们啊 非要去买月子 非要去买月子 哎呦喂 小刘啊 我的房啊 你三天三夜没回家 你现在摸了干什么 这不是没钱嘛 这不是出去挣钱去了吗 你别去月子中心 我照顾你就行啊 在家里 你所爱不爱我 爱你啊 你爱我 你要热死我 这么热穿 我怪你干嘛 看看 开床开床 开床 咱们把衣服 颜色点啊 我好了 开床 哎呦 开呀 这个门也开呀 都开 凉快吧 你在这儿吹水风 凉快吧 你闻闻我 你这个 好臭 我要去洗洗 洗啊 我洗完澡 我还要去泡个温泉 我还要游泳 真的 都说别洗 都说别洗 我太臭了 我不想多臭你 那 那 那你就洗洗吧 洗洗吧 你给我 你给我扩点水 我要洗洗 太臭了 那我去弄水 你洗啊 你也太臭了 哎呀 太可怜了 这谁家孩子 老梁 哎 又怎么了 哎 你摸摸我的腰 你哪有腰啊 你说的是 我感觉我现在没有腰了 你拿这个布 你给我勒勒 勒勒 我感觉我生完孩子 我腰都没了 不敢勒 勒 勒啊 不勒怎么怎么有曲线呢 哈哈哈哈 勒勒 勒紧点啊 勒紧点啊 嗯 哎 哎 勒紧 勒紧吧 勒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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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紧啊 勒紧 来自哭了 要吃奶了 你儿子哭了 主要是这小刘啊 得照顾好 你儿子想喝奶了 怎么不来 小刘啊 我要进 会唱小星星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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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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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又不想进了 啊 那 你别呀 别你别丢地上啊 对不对 我还不丢 你也不帮我剪 还有我自己剪 我帮你剪吧 哎呀 完了 又怎么了 完了 怎么了 这要完蛋了 你动动扭扭 你对我一点都不好 我怎么又对你不好了 我想出去坐个月子 你非不让我出去 非让我在家里待着 对呀 你看这破家 最后一张床 有什么可待的 我这里没钱 我只能努力地照顾你们俩 老刘啊 我觉得你不爱我 我不爱 我怎么不爱你呢 你三年没有亲过我 亲一个 那这是哪儿的呀 亲一个 你们大家都在这儿 给见证一个 你三年不亲我 我照样生孩子 你不吃就离婚 切切切 得了吧 就这样 你说吧 说实在 你们演这种农村戏 比你们演那个时尚戏 你还不想 你还不想 刚才这两口子吧 有夸张的成分 但是呢里头包含出了很多信息 让我们的绝对月嫂 一点一点的给她指出来 有可能他们存在了哪些问题 来把孩子给我们了 你们做人慢慢 那个天老师来给你们吃点 可怜的小宝宝 这可怜的孩子 因为我们说了这两口子 他们有几个严重的问题 穿鞋 穿鞋的 对 你看她把脚就直接放在地上 袜子也 那不行啊 袜子只是薄薄的一层 对吧 咱们还注意要注意足部的这种保暖 不能着凉 如果着凉的话 以后会有什么足跟痛啊 或者是腹部痛啊 还有一个脚底痛 对了 那个这些 那像那个穿袜子 当时我也是找了个月嫂 她让我睡觉的时候 都把袜子穿着 这样行吗 产后妈妈合理安排 作息时间 合理搭配饮食 更有妙招帮营 快速排除 产后恶路 这个男同胞要学 因为孕妇 她是产后是不可能自己按的 因为你子宫没有完全腹部 她肯定是要有疼的 那么如果感到疼了 那么咱要停止 金牌月嫂和阿姨 来教您度过产后健康 每一天 不要阻碍 精彩 马上回来 那像你们看袜子 这都是我 也是找个月嫂 但是我睡觉的时候 都把袜子穿着 这样行吗 这样是主要是 怕室内温度高的时候 你会踢被子 这样也会着凉 就是一般 还是穿上 要是从脚底下进去的话呢 可能对身体危害也挺大的 所以这个呢 还是要注意一些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的一些硬伤 最严重的那些问题 那您从专业的角度 跟我们说说 您建议这个产妇坐月子 有哪些特别重要的注意事项 对 那首先呢 做好跟产妇的这种沟通 你要是说满足产妇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保持她的心情舒畅 这是最关键的 从一周以后吧 咱们说啊 基本上早上起来八点钟 基本上咱们起床 起床以后呢 就是咱们先要量一个体温 就是看看你的体温 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那么刚生产的那个妈妈呢 可能会体温高一点 因为她体力消耗比较大 所以啊 基本上都保持在三十八点以下 那么可能三四天以后 乳房那个膨胀的时候 也会体温高 他们一直在三十八度以下 所以孕妇的体温会稍微偏高一些 对 基本上呢 二十四小时 她就能够恢复 之前就孕妇了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如果出现了 比如说 这是那个外感风寒啊 什么这些啊 如果是高烧的话 超过三十八度了 咱们要根据情况 来去就医 根据听听医生的建议 第一 很关键 密切关注体温的变化 咱们眼眼一概 对 第二点呢 起床以后呢 洗漱 洗漱呢 这些呢 咱们要求都是用温水 洗脸啊 用温水 那么用 起床以后 咱们进行早餐时间 那么早餐时间呢 咱们是以 汤 粥 还有一些最好是发面的东西 像小馒头啊 小花角这些 可以多喝点小鸡蛋饼啊 这些啊 就说咱们 这是根据产妇的口味 来做调理的 吃完早饭 咱们要有一个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呢 这会儿呢 咱们因为经过了 一夜的这个 喂奶啊 什么的 乳房呢 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清洁 完以后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按摩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它在用早餐的时间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做通风 但是这个时候 它回到屋里去休息的时候 室温一定要 保持在22度到26度之间 还有一个湿度 就是要50%到60的湿度 湿度也很重要 对 也很重要 因为太干燥 它也会感到不舒服 对 太干燥呢 对于宝宝来说 也不太好 对 如果说 家里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可以用加湿器 加湿器呢 也不要常开 就是隔断的 好 对 加一下湿 那么休息的时候呢 也可以跟宝宝沟通一下 对吧 说说话呀 说说话呀 沟通啊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 家里也可以准备 因为阳光好嘛 可以让宝宝晒晒太阳 然后一点 阳光直射 直射眼睛 不要让阳光照到眼睛 完了以后呢 可以这时候 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给它洗澡 洗澡呢 我们可以给它 做个辅助 对吧 给它跟它说说话呀 聊聊天呀 但是一个做一些 其他的辅助的东西 可以跟它互动一下 中午咱们说 基本上就到了十一点半 咱们就午餐了 午餐 基本上咱们正餐 是以 筋 完了是软 烂解完以后是杂 这个杂很重要 就是咱们就说 准备要多 不要挑食 尽量什么都要 摄入一些 最好 午餐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休息 因为这时候 宝宝到下午 也能睡一个大觉 对 那么产部呢 需要恢复体力呢 睡一个长觉 睡一大觉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 我们加餐 对 加餐 那么之前上午呢 也中间 两餐之间 也可以加一餐 对 加一些汤啊 粥啊 什么这些东西 加餐的时候 下午呢 也可以汤 粥 水果 是吧 加餐以后呢 可以休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给宝宝做一些 也能够测试 测试他的那个 听觉呀 视觉呀 对 视觉呀 这些 而且呢 在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就是我子宫恢复的情况 情况 做一下自己的按摩 就是做一下 这样你就了解 你子宫是不是很快能复位 对吧 再一个呢 就是到了晚上 咱们说到晚餐 晚餐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吃一点 一消化的东西 嗯 晚餐以后 我们又进入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 这时候可以跟爱人 沟通一下呀 是吧 今天心情好不好啊 到了8点到9点的时候 还可以进行一次加餐 这个时候因为他被侮辱的话 他可能消耗的比较多 所以呢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呢 再进行一次加餐 那么加餐的时候呢 就要说 看看他喜欢吃什么 少 对 而精 让我们和苏阿姨一起学习 产后妈妈如何正确地 度过每一天 一 产后妈妈月子期 最关键的是保持心情舒畅 每天8点起床 先凉体温 理想体温在38度以下 洗漱时应使用温水 早餐应当使汤 粥 发面类食物 产后妈妈在使用早餐时 可以对卧室进行通风 待产妇进入休息时 温度应保持在22度到26度之间 湿度保持在50%到60%之间 经过一夜的哺乳 吃完早餐后 应当对乳房进行简单清洁 按摩 11点半进行午餐时间 食物应以 轻 软 烂 杂为主 待午餐结束后 进行长时间休息 来恢复体力 下午3点时进行加餐 以粥 水果为主 进入晚餐时间 晚餐应以 软烂 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晚上8点至9点 再次进行加餐 应以少儿精为主 想快速恢复产前身材吗 快速恢复产前体质吗 接下来 金牌月嫂贺安仪 现场知道 如何快速排除恶陆 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听说这个 在正月池这个产数 刚说完宝宝吗 它有很多的恶陆 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这个所谓的恶陆 能够尽快地排除 身体恢复会更好 对 舒服的 这些呢 就是说这款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按摩 完了以后 能够让它尽快地 把恶陆排出来 能给我们现场示范一下 那个手法吗 需要自己做 还是需要跃扫 那就薛薛你来了 但我建议这个男同胞 老师 因为孕妇 她是产度是不可能 自己按的嘛 是吧 家里人都学一下 来 我们跟她 需要爱人来帮忙 那么排个路的时候 主要是我们平躺 在旗下的时候呢 你稍微轻轻地按一下 那么这个呢 找着子宫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能能摸到 一个阴阴的东西 那么这个基本上 就是子宫的位置 那么轻用力 完了以后 顺时针这样做 一些按摩 这样 这是尺骨嘛 尺骨两侧 咱们坐往下这样 给它稍微 当时我觉得还蛮疼的 对 因为你子宫 没有完全复位 它肯定是要有疼的 那么如果感到疼了 那么咱要停止 就不能再做了 等它那个 就是稍微缓解以后呢 咱们可以再 给它那什么一下 这个呢 其实老师 排恶路他们说 通过饮食 有一些东西 也是有助于排恶路 对 可以 咱们就说老的方法 有些什么 就是喝一点红糖水啊 这些 九娘啊 猪肝啊 对 猪肝 对 猪肝是 对 我见证了 那个整个生产的 那个过程 我真的觉得 好多爸爸晕倒了 非常非常不容易 然后关键是我自己 剪的期待 你知道吗 我当时我一天蒙了 剪了三下 就剪不断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那个是没有 那个没有 没有 没有 没事 我都回去吧 关于这个怀孕 跟生孩子 我们就会单独再做一切 今天我们先讲到 那个生以后的这个事 我们接下来 再看看网友 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啊 前几个月 我们家小孩儿爸 就是吃东西 不知道怎么了 老师就是 又不能让我 把他来吃饭 然后大夫 诊断 你说是得了 缺铁性贫血 给我愁的 没办法 我爱人商量的 是不是 对梁木主 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 哪怕饮食上面 或者是其他方面 提供一些 讨的意见 让我们可以学习 学习 缺铁性贫血 怎么这样啊 这个就是小宝宝 在五六个月的时候 营养出问题了是吗 五六个月就出问题了 就这个腐蚀添加的时间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一般现在咱们呢 提倡的是 六个月以后腐蚀 对 因为那还是要 母乳喂养到六个月 在给孩子添加腐蚀 用的时候呢 宝宝比较喜欢腐蚀 如果他添加腐蚀过早呢 他可能对母乳 就不吃饭 还有一个夜暖期 他就不太喜欢吃奶了 因为那个多少呢 他可以说有各种味道 有味道 所以呢 他就比较喜欢吃腐蚀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建议呢 六个月以后再加 加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开发他的味觉 那么一定要说是 基本上是没有味道的 哦 如果他你看到 过早的开发他的味觉 一个是他肾功能本身 不是很健全的时候 代谢不了那个盐 对 代谢就是会带来危险 再一个呢 就是说 他有了味觉 那么他其他的东西 可能就更拒绝了 更不感兴趣 对不感兴趣 我当时其实添加腐蚀的时候 问题就特别多 到底该吃什么 做成什么样的软硬程度 什么都给他吃 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金牌月嫂 详细地跟大家来说一下 五个月至七个月大宝宝 应该怎样保证 营养均衡 贺阿姨亲自带来 两道最适合 婴儿食用的股食 为您还优质蛋 什么样的材料都可以吗 就只要我们吃的蔬菜啊 水果啊 但是呢 这个呢 不能及一次 只能加一种 实际刚加的时候 只是一小小的盒子 哎呦 太有爱了 真的 不要走开 下节更惊慨 那您今天给我们做的是 一道什么样的 营养丰富的菜呢 我们先做一道 适合于五个月以上 基本上就是说 刚刚添加腐食的宝宝的 腐食 这个呢 可以说就是 苹果米粉 苹果米粉 就是我们需要的呢 就是一个苹果 还有呢 就是米粉 米粉 对 蔬菜米粉是 更好一些 因为呢 咱们说 苹果里有 那个维生素 还有一些 那个粗纤维 那么这个样呢 可以说帮助孩子呢 可以 作为长的旅动啊 慢慢地建立去 海变啊 那么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我们要先把 苹果去皮 那这道菜是我们每次 就是要限制限做吗 还是可以一次做 限制限做 小孩一定要 或者说你要是说 怕麻烦 或者没有时间 一次可以多做一点 但是尽量要保持 就是两天的量 浇完皮以后呢 我们把苹果呢 切成碎末 对 碎末 切成碎末 因为你是要苹果泥 对 大概我们切半个苹果就购了 这个呢 可以呢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 搁在碗里头 搁那个水蒸一下 那样就是更好 如果说比如说 我们也可以搁在水里头煮 用水煮 我们水开开的时候呢 就我们就可以把苹果泥里面 好了以后慢慢的煮 煮完以后呢 利用它的这个汤汁 然后把那个米粉给冲开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挺高的米粉 就可以了 明白了 这个呢 米粉呢 我们可以先用凉水调它一下 这样的话 你能够化得更开 对对对 可以打斜 那小朋友这个添加的腐蚀的 主要的材料跟规律 大概用哪些呢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呃 它就是说 从一开始吧 从一开始 什么样的材料都可以吗 就只要我们吃的蔬菜啊 水果啊 肉味都可以 但是呢 这个呢 不能及一四 只能加一种 对 你要看还会不过敏 如果这一种 可以说 给它三到五天 适应了之后 适应了之后 适应了以后 它的肠胃啊 各方面适应了以后 然后才能换一种 对 那我们先是从水果开始好 还是先从蔬菜开始好呢 呃 一般是从 嗯 米粉 米粉里有那种蔬菜米粉 少添一点 少添一点 对 实际刚加的时候 只是一小勺就可以 对 对 来我们水开了 水开了 水开了 哎 这时候苹果 苹果一煮的差不多了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呢 放调在里面 徐瑞这部分 你要好好学习 一边的 对 以后再过几个月 瑞哥都会用上了 你就不会亏待 你们家媳妇了 对 哎 基本上 哎 好棒啊 我都看着想喝 是吗 那个 年少以后呢 哎 就可以了 轻盈剔透的 哎呀 对 我都想吃 我真的想小勺子 喂小朋友 一勺一勺子 这么吃就可以了 来帮小朋友尝尝 真的 哎 那还不算什么 那是熬好了一锅吧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器笔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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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米粉 制作步骤 一 苹果去皮 切丁 碾成碎末 入锅 煮至成熟 二 米粉加入凉水化开 待苹果煮开后 倒入锅中 搅拌均匀 这道适合 五个月大宝宝的腐蚀 就做好了 还有一道 这是呢适合七个月到九个月的宝宝吃的 更大一级的宝宝 这个呢是三色干 三色干 三色干 是有三种干吗 也不是 我们只有一种干 但是添加了很多蔬菜在里面 羊双胡萝卜香 是 是不是 还有菠菜 为什么小朋友在这么小的时候叫她吃干啊 对 干呢可以不睡一夜 对呀 对呀 要定期吃一些的 对 首先呢要把菠菜焯一下 哇 哎那个苹果 那这好想吃 稍微给它焯一下 完了以后把它放在凉白开水里头 不要是凉水 因为它那个 最后才放那个青菜 因为青菜煮的时间长以后 它会变颜色 看着不漂亮 好细心哦 是 如果这个水呢 咱说如果说有那个高汤更好了 比如鸡汤啊 什么这些排骨汤啊 更好一些 没有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用清水 小朋友从六个月的时候开始加腐蚀 对 那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肉呢 吃肉啊 就基本上 对 就像我们这个干就得九个月以后 对 七七八个月吧 水开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青红柿末啊 哇 这些放在里面去煮 哇哦 这个煮到那个就是胡萝卜呀 洋葱啊 还有这个干都是比较和 软软的时候 对 大概煮多长时间就会 软了以后 呃 十分钟 他基本上走 呃 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样子 十五分钟就没有啊 火不要太大 因为大了他可能会 那个就是 他的糊啊 对 煮成大概什么状态就可以了呢 就是软了就可以了 因为这时候呢 呃 七个月以上 宝宝呢就有 有牙齿了 嗯 有一定的推验能力了 对 所以呢 他就可以稍微有一点力状 没有没有关系 那小朋友 哇哦 他应该吃什么温度的呢 要腐蚀 就你觉得也合适 你觉得不烫了 他就可以吃了 你不要吃死我们了 是我们干的 然后呢 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青菜放在里面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是学问 怎么判断这个食物的温度 放在手背上 可以试一下 你是当过妈的人 你当然知道了 电视之前还有很多 没有当过妈的人 是不是 我们说就可以 尽量偏两点 就可以出锅了 对 我们可以给它装在一个小碗里 好漂亮 好漂亮 三色干 制作步骤 一 江湖萝卜 西红柿 洋葱 鸡干分别切成细丁 二 拨散入水 超制后捞出 切成碎末 三 淡水开后 放入机前 切好的蔬菜末 均匀搅拌 这到七个月的婴儿腐蚀 就完成了 我们家小宝宝 一开始拨下葫萝的 拨爱吃 后来我就拿肉啊 调馅 然后拿鸡蛋 烙成饼 把它卷成那个饼 然后切的一圈一圈的 抓的就吃 今天这期节目 就不知不觉 时间过得好快 不快 因为大家会聊够呢 还有好多问题 想要请教呢 但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有用 我们从坐月子开始 是吧 一直聊到了 给小朋友添加腐蚀 对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办法 能够帮到电视机前 能够问 希望大家的那天 都会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 就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好 大家不用忘记 我们的口号就是 消耗 营丽 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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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